今天有来自日本的河内高校校长老师与学生来到了金山高中交流 希望透过观察台湾学生的课程参与回馈 将经验带回日本 让双方的教育都能够有所进步 今天有来自日本的河内高校校长老师与学生来到金山高中交流 在一早的交流现场 首先由金山高中的校长带来高中部的课程特色介绍 随后再由河内高校的校长入班做趣味数学的教学 来自日本的丽田校长说 透过这次的中日交流 要将金山高中的特色带回日本与教师们分享 还要将台湾学生上课给予的回馈也一并带回日本 像我想要表达的是 第一个来金山高中他很开心 受到很丰盛的一个招待 感觉那个友谊的美好 他非常的温暖 然后河内高校想要一直维持 这样的国际互动让他们的孩子也可以打开国际的视野 稍后 厉田校长想要把日本方式的数学教学带到金山高中 然后他很期待看到金山高中的学生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学习互动 他想要知道这边的孩子在学习数学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样态 然后带回去跟河内高校的学生做分享 这次的中日交流是两校第六年的互动 河内高校趁着这次来到台湾更带来日前金山高中学生 至日本交流被报道的报纸前来赠予让金山高中留作纪念 还有趣味逻辑数学的教学让金山高中的学生脑力激荡 透过不一样的方式来学习 河内高校的校长他是数学科老师 他想要在我们台湾这个地方 我们金山高中的高二的一个数学课来进行他的日本的第一次初体验的一个教学课程 那我们学生也非常期待 我们老师也非常期待 希望这样的一个从日本的角度来带领我们学生上课 他也非常期待说这样一个新的尝试能够带给我们金中的孩子有不一样的体验 虽然河内高校校长的教学是全日语教学 不过金山高中的孩子展现相当热情活力 在稍作理解之后 学生们更是相当乐于上台来解题 热闹的互动与问答尝试解决 而金山高中也希望透过中日的交流 不但让日本的客人对于台湾的教育有不一样的认识 金中的孩子也可以拥有不同于平常上课的学习体验 记者拉平凯金山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